你也向往充滿生命力 像是太陽一樣的人嗎 這次波波月老走上街頭 來去尋找台北最熱情的單身男女 快來終結他們火燒的寂寞吧 月老執行中火象星座片 我問一下平常要怎麼稱呼你 叫我Eric就要了 我平常在做攝影 幫男生拍照 幫男生為什麼是幫男生 因為現在不是叫軟體很夯嗎 所以就是有些男生拍照不太會啊 就幫我們拍一下 所以你是有點像指導他們怎麼拍出好看的照片 就可以帥一點啊 可以放鬆一點啊 那你自己放在加油軟體上面的照片如何 我覺得還行 還行嗎 那個修的會比較大一點 沒有啦開玩笑 等一下叫我看一下 等一下叫我看一下 號稱180 有那個179.5啦 那差不多啦 體感180 亂體感 是什麼星座的 牡羊座 牡羊座 就是隨時會爆發的類型 會怎樣 就是可能不小心這個太過來我就會生氣 沒有啦 我覺得金牛做很好 因為我看那個香 就是那個匹配錶啊 我前前女友是金牛 是我覺得這個是匹配度最好的 然後跟其他比起來就覺得 金牛應該是最適合的 如果只講星座的話 金牛不是有人會說很摳嗎 女生不會摳到哪裡去啊 對啦其實也是 我們女生這麼愛花錢 大家都互相啦 不會啦 那你單身多久了 從7月開始 去年7月 因為我前女友是外國人 就新冠肺炎 然後她就是回國了 然後就鎖國 然後就連距離就 就只能分啦 你之前是搭在國外是嗎 就是我大概有讀 讀書加上我自己有開我攝影工作室 就大概三年左右 哪裡 就在墨爾本 拼得好厲害 我在墨爾本有家自己的攝影工作室 對啊 拼得超屌 然後就請人家來自己工作室拍啊 就還可以啦 那前女友是什麼星座 9月20號什麼星座啊 9月20號是天秤 喔 對對對天秤 天秤其實也還不錯 也還不錯嗎 所以你是分手後可以當朋友的人 不行 但是因為新冠肺炎是很特殊的情況可以 我覺得外型還好 因為講外型其實都太膚淺了 雖然說男人就是這麼膚淺的東西 你們就 奶要多大 那個越大越好 不是 我覺得是看感覺 頻率對 頻率比較難對到 一定要 聊得來 然後一定要就是 不要太緊迫病的 那你是會給別人安全感的 就是如果 通常 如果在一起的話 我就不會跟女生出去也會了 喔那廢話了 我是說是女生的朋友 都不會單獨出去 就很難就不行 新人節 就去一個還不錯的餐廳吃個飯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就好了 你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我平常就是喜歡拿相機 然後掃街啊 因為我太久沒回來 台灣其實變得蠻多東西的 不管怎樣 如果 如果有機會 出來一起吃個飯 我覺得是 蠻不錯的 我口感有靦腆喔 我覺得女生吃這套 我覺得會中 他中了是不是 叫我林翔就好 是你的藝名 我本名 你本名叫林翔 這麼酷喔 我本名叫什麼 電林翔 沒有 很多人說我是典型的射手 真的假的 愛玩 又吧 你做什麼工作 當職業樂手 我幫我老大彈吉他 藝人 幫個藝人 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我之前有什麼興趣 玩女人 沒有沒有 沒有 太ㄍㄧㄥ 我今天在打PS5 莫名其妙有些關係 又可以弄到一個PS5 看一下 那你單身多久 兩個月吧 才兩個月喔 因為上次跟我在一起四年 覺得說 應該就 太久了 也不是太久 四年級 因為大家後來 因為他 沒辦法接受我的生活方式 早出晚歸熬夜 坐在工作室搞到六點多才回家 這樣子 然後加上我生活圈 跟他 他比較單純一點 我也很單純啦 兩個月你覺得自己有走出來 走出來一定是走出來的 這麼快是不是 兩天都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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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的感覺 我覺得射手座基本上就是樂觀 該來的就會來 對 該來的該走的 我對牡羊座比較有興趣 因為感覺牡羊座就是 很潑辣那種 很潑辣 很喜歡潑辣型 很喜歡被兇喔 很久沒被兇了 是你理想中的條件 又瘦又高又漂亮 基本啊 好誠實的射手座 好啊 希望他可以跟我一起 就是跟我一起玩 然後跟我一起 到處發瘋 這樣 他說情人節 會想送什麼禮物給對方 有什麼推薦的 應該會把我 卡片 寫在一個磚頭上 然後把磚頭送給對方 我感覺你做過的事啊 沒有不是我做過的 我很想這樣做 我看小說看到了 他就把卡片 就是要寫了我字 然後立刻把磚頭寫在磚頭上 然後磚頭送給女生 然後他覺得 那個主角就覺得 讓女生拿著一個磚頭回家 是件很酷的事情 一點都不夠 你覺得不酷是不是 超爛 我不想要拿磚頭回家 但應該說我唯一不想送就是 什麼飾品之類的 你覺得太普通了嗎 因為我覺得射手座 基本上就是想要 什麼都要特別一點 有創有特別 你自己會想收到什麼 AirPods 好直接喔 好沒創意喔 以後想聽什麼歌 我彈給你聽 想問一下要怎麼稱呼你 Rachel 獅子座 不是和平的獅子座 你說吵架的時候嗎 對 不會那種 就是很強勢很暴走 因為我只要一胸我就會哭 就會委屈 然後我就會哭 情緒很崩潰 哭了就輸了嘛 所以我就是盡量不要吵架 跟男朋友比較會 兇一點 就我會先講 我會先講好 就是我的點是哪些 在哪 你就不要碰到我都ok 所以你的點是哪些 不要說謊 這應該是很多人的點 我覺得抓到都會 因為有些就是他們會說善意的謊 像我就會覺得你去玩都沒差 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喝酒 喝酒算了嗎 喝酒看電影 蠻chill的 蠻chill的 對啊 上班族嗎 單身多久了 單身一年多 前一段感情是怎麼結束 交往一個月就分手了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要問他 蛤 是他提的是不是 所以沒有什麼 就是他也沒有告訴我理由啊 他就說他想要冷靜 我就想說好 那我們就冷靜 然後過一個禮拜他就跟我提一份手 到底要冷靜什麼 而且那時候還適逢他生 你有送他禮物 我送完他禮物 過一個禮拜他就跟我提一份手 蛤 這樣有點尷尬 可是禮物太爛 那時候在一起那個男生是什麼星座的 太獅子 我覺得獅子男都很差 就我覺得他們就是 會想要把你變成他想的那樣 用講的是覺得說他很喜歡你就是你 但是你們在一起之後 他就想要把你變成他那樣 心目中的那個 對是 肅定我也會這樣 所以我可能也會這樣 你有跟哪些星座的男生交往 我交往七個 七個都不同的星座 你在收集是不是 還差水瓶 射手 牡羊 雙魚 處女 這些朋友注意了 就是缺你們 哪一個星座是你最喜歡的 雙子跟巨蟹 因為很多人說雙子有滿紮的 可是他 你剛有遇到好的 剛有遇到好的嗎 我覺得雙子是 他們如果真的認真的 就會超認真 然後有時候就會讓你有點壓力 太黏了 就沒辦法 你的理想的外型是怎麼樣 至少要比我高 比你高就可以了 比我高就已經刷掉很多人了 我喜歡黑一點 就是陽光一點 嗯 玉子洞型 陽光是洞型 那種白白瘦瘦的就不行 很恐怖 很恐怖 有的很恐怖 長相要刷眼睛小的 小的 嘴唇不要太薄 會命苦是不是 好個性喔 比較希望他獨立一點 不要太像小孩 因為我是很獨立的 因為我就是一個蠻實際的人 就是我不太喜歡太虛化的東西 我之前有一陣子就是身體其實不太好 對 就是加班啊 熬夜什麼 然後又一直喝酒 然後我有一任他就是淺姊的時候 他就送我香的那個白藍式的養生品 就是補品那類的 可以補身體的 有喝的 喝了一兩次之後 覺得這蠻有效的 而且喝酒 你喝酒是不是真的要補一下 需要 而且如果沒有他 我也不會知道那個東西 對啊 所以你現在都會喝 就平常都會喝 我公司也有放 然後我現在有帶 你現在有帶欸 真的假的 是哪一款啊 這個 是這個 白藍式養生飲喔 對 所以你現在是不是有自己 穩定都有在喝這樣子 對啊 定期在 喝酒 特別是有喝酒的時候 喝酒之前可以 應該要補充一點精力 希望你讓我精盆吸收喔 哈哈 你的錯後叫什麼 大家都怎麼叫你 葉君 你身高多高 這沒關係 170 你有170 哈哈哈 我 我160 你有170 沒有啦 161 你161 你有161喔 有 你比我矮欸 你的鞋子 什麼意思 你們會比較 就是比較 prefer 可能1比較高 然後0比較矮這樣嗎 我蠻喜歡身高高的 那你興趣是什麼 沒有 因為太高 沒有 大家看影片 你單身多久 我單身 我看一下喔 真的假的 475天是多久 你有特別記你單身的日子 有啊 你等附和嗎 沒有啦 沒有特別等附和 你是念舊型的 對他而已耶 其他的分手就 那你跟前任為什麼分手 我們是遠距離 好像是我們很久沒有 聯絡 見面 然後後來 就是他有講到這方面 然後我就OK 好 好啊就分了 好啦不要哭啦 我沒有哭啦 哈哈哈 你前任是什麼星座 我前任是雙子 那你對雙子這個星座有什麼看法 跟鬼一樣 為什麼 很難捉摸耶 真的覺得他們有商場人格嗎 有 有 那你是喜歡這樣嗎 對啊 喔你喜歡 就是每天有不同的感覺 對 在床上也會有兩面嗎 哈哈哈 那你對理想的 另一半的外型 或個性 王一博 王一博 至少1715吧 我小孩那種 就可以把我按在辦公桌上面那樣 哈哈哈 把我按在黑暴 哈哈哈 假如你現在要過情人節 你還是想送對方什麼禮 項鍊 嗯 那你會希望收到什麼 當然是金戒指啊 哈哈哈 我分手了我還可以變賣 我在302教室等你喔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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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到指定通路買養生贏禮盒 就送搜手聯名行李箱喔 就是真友的對象有需要找 修哥爹地嗎 不用啦 不用因為你有了是不是 就 我自己也買得起嘛 你自己也買得起是不是 但是如果有修哥爹地要送也是OK 對啊 可是我也不會跟他們在一起 我有說啊 我說你要送就送啊 嗯 啊我不會跟你在一起 那會有就是其他的活動嗎 不會 不會就只是一個 就可能會吃個飯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現在累積有幾個 手就對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不會啊這就是很開放的啊 會不會 六七個 喔好丟喔 這是什麼也是其中一個送的 對 因為那時候我之前在用i8 然後就很破 然後我就想換手機 我本來是想要自己買啦 然後就剛好有一個人就說要送 嗯 他就看到你還在用i8 想說怎麼可以讓你受苦受難 對 他都要送 直接送一隻給你 對 好幸福喔